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三知识 天台四教一 现在是讲藏教的第二名行为 说明藏教的根性修行的人的结位 那么这里有三圣根性 就是僧文 彼之佛 菩萨 现在是先讲这个僧文的结位 僧文位中有凡 有圣 由凡到圣 科判上次各位都超过了 可以照这个科判去对照一下 现在是讲这个僧文位的凡位 就是僧文的还在凡夫 刚刚发生修学的时候的结位 那么这个僧文位有外僧有内僧 现在是刚刚开始讲外僧文位 外僧文位就是三知量 第一就是五庭星 第二别项链 第三总项链 现在是刚刚开始讲五庭星位 就是僧文一开始修学佛法呀 就是从五庭星下手 五庭星 各位看着这个正文 就在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 从后边算来的第二行 五庭星第一就是多摊重 众生不敬惯 这个上次讲过了 第二都称众生慈悲惯 上次讲了一部分 那么就是会发脾气 动称恨心 大致有三种 第一就是灰里称 不讲道理 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的灰里称 第二是顺里称 那是有理可讲 你不去骂他 他不会反手 你骂了他了 当然他要反手骂你 那么这是顺里称 第三是争论称 这三种称恨心啊 如果以大圣佛法来说 就是修三原词来对质 修众生原词 对质非理称 修法原词 对质顺理称 修无原大词 对质称论称 上次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慈悲观的用意啊 就是对一些众生发慈悲心 平等爱护 就是要对众生啊 不要有愿与亲的分别 那么所谓有七种行词啊 我们每一个人所对的境界 所对的其他的人的反境当中啊 总不说有七种人 就是亲有三种 严家有三种 不是亲亲也不是严家 这个叫做中人 后面写了就有七种了 亲有三种啊 就是上亲父母思长 这是上亲 中亲兄弟姐妹 下亲就是朋友知识 相认识的人 朋友知识 这是亲的三种 严家的三种呢 害我的下亲的 那是下院 害我中亲的 是中院 害我上亲的 那是上院 都是伤害到我的亲族的 那都是冤家 那么亲有三种 愿有三种 非亲非愿一种 也不是亲族 也不是冤家 就是所谓路人了 你走路的时候碰到的 那些路人 与我们没有亲没有愿 那就是中等的 中间的人 那么后面起来 就是七种人 对这七种人 都要平等 修行慈悲心 那么上中下三亲 要修慈悲 这个是容易做到的 那么这里最主要的 就是要学习啊 从对这个冤家 修慈悲心 先从这个下院 修其 那么到中院 上院 统统都以慈悲心 爱护他 那么上前 要以慈悲来 爱护他 使他得到安乐 那么当然就不会伤害他了 所以 对这个七种行慈 与众三三种乐 那么如果是按照 这个大批波三论 以三禅乐 是最上的 给他四次供养 四次用具满足 例如说 衣服饮食 卧具汤药 这些都给他满足 让他有的受用 这是中等的安乐 给他有个 心能够定下来 好像是给他 修行的人 有给他一个 修行的地方 那么平常人 给他有个安心的地方 这个叫做 下平的安乐 如果以大成佛法来讲 度他成佛 这是最上的安乐 让他修学菩萨道 成就菩萨 这是中等的安乐 让他升天 这是下等的安乐 总之 辞者 难与乐 上前 上前要给众三安乐 怎么能够伤害他 使他苦恼呢 所以就不会发起脾气来了 这是对治 成安心的办法 那么以前讲的 尤波瑟戒经里面的 忍住波罗蜜 那是很好的对治方法 现在是 不管他是不是升文 我们现在 不管你修的什么法门 大圣小圣都好 只是您在对治 成安心啊 能够用得上 能够把这个 成安心对治下去 就行了 那么如果这些通途法门 都不行的话 那你不妨 修大圣佛法 比如常念恭敬观世音 这个都可以的 普门评里面所说的 如果是多称恨的人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就能消除这个成安心 用意是一样的 主要啊 就是能够把这个成安心 对治下去 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这个可以参考 其他的各种资料 来做帮助 那么这里是说 多称众生 慈悲观 当然也要修忍辱 那么菩萨道 注重在修忍辱 有修忍辱啊 才能成就这个慈悲 不过这个六度 在后文讲 这里现在站在这个 升文的结尾上啊 注重讲 要他学习这个慈悲 那么三原词当中 在升文呢 只是修众三原词 众三原词 法原词 无原词 都是大乘佛法的 大乘佛法才有 那么在这个升文里面 只是说 修众三原词 就是看你 下愿如下清 中愿如中清 上愿如上清 这样子慈悲心 来爱护众生 就不会动成恨心 那么这是简单说 多善众生 慈悲观 第三 多善众生 素习观 善是善乱了 用功修行的时候 容易生起两种毛病 一种就是善乱心 打妄想 吊局 善动 心里 那么散乱心很重 想东想西 好像这个十五个水童 在水井里打水 七上八下 那么想东想西 进不下来 这是散乱心 不是散乱 就是分成 坐下来就想睡觉 说睡觉不好听 就是入定 一坐下来 那你们在做工的时候 没事啊 我精神蛮好的 谈话的时候 哇啦哇啦 一直在谈话 精神很好 一坐下来听经啊 你就入定了 讲的人没有入定啊 听的人入定 哦 这就是分成 现在这里是对峙 散乱心 因为这个散乱心 比分成还要难对峙 分成只是浮屠而已了 散乱心啊 这个心的妄念动起来 还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油脂会造大欧业的 问题就比较严重 所以这里要先说对峙散乱心 所以多散重散乱习惯 假如散乱心特别重的人 要修宿习惯 关于这个修宿习惯啊 可以等到后边讲25方便的时候讲 这里简单说明 那么就是用伏习算这个伏习啊 来对峙散乱心 我们只有活着在世间 任何人都有伏习的 除掉你得到第四禅的禅定 否则的话任何人都有伏习 脊子有风了 伏习 那么你要对峙散乱心啊 就是修这个疏习惯 算这个伏习 算这个伏习 速出就不速入 速入就不速出 就是说你这个伏习啊 算伏出去的进来就不要算 算进来的那就出就不算 就是例如说伏出去心里末算一 第二个伏习算二 一直到算十 一到十不能多不能多 超过十以上啊 那用心太过要出毛病 所以这个速习惯只是从一速到十 从一速到十 那么对这个怎么样子调息的方法 这等到后边讲二十五方便的时候讲 因为这个教理讲完了 到了原教讲完之后啊 有讲这个修法修法 修法里面讲修止观呢 开头就是二十五方便 二十五方便里面要学习打坐修止观 要调身 调习 调心 到那个地方啊 才说明这个调习的方法 这里只是说 如果你要对峙散乱心 您就要先修这个素习观 在欧凯里面呢 说这个不仅管跟素习观呢 叫做二干入门 二干入门 不仅管于这个素习观 修学佛法的入门的下手功夫 第一步 从这个地方下手 我们中国佛教 差不多都把这一套摆在旁边了 不大去看它 如果不去研究教理的话 这些都不会用心去学习的 甚至有人学佛一辈子啊 除掉念奥弥陀佛之外 这些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素习观 什么叫做不敬观 莫名其妙 这就是对教理没有功夫 没有下功夫的这个错误 所以往往有人呢 喜欢说念佛就行了 求往生了 那么这些都是多余的了 那么浪费精神了 不如念佛啊 这个不对 因为你教理不懂 佛也未必能够念得好 教理懂了 对念佛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必定要研究教理 教理不懂不行的 那么因此之故啊 那对于这个不敬观 素习观 对于这个 就是要修念佛法门的人 都有很大的帮助 念佛也可以素习念佛呀 随心念佛 素习念佛都可以的 念佛也得修不敬观了 假如你不知道 这个身体是不敬的 你不修不敬观 你对这个世间就放不下 爱不重不生缩佛呀 念不依不生极乐 念不切不生极乐 你要深进度佛国 那必定要心地清净 要把这个五周我士的 这个不敬的境界 把它丢掉 放下 那么你不修不敬观 你怎么知道 这个这个世界的 肮脏情况呢 所以修不敬观 修素习观 对念佛法门 都有帮助的 所以这些教理呀 不能不懂 不懂 你佛也未必念得好 懂了你的佛念得更好 那么往生的评位更高 并不是说修止观的人才要学习这些 那么就是修任何法门 都应当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 那么关于这个多善众生素习观 就是直说 简单说明这个素习 那么在经里面叫做 就是素习 把这个福西 福西 从一素到十 素出就不素入 素入不素出 不能双素 就是一个福西素一次 也不要 这个混乱 如果是专素入 就是专素入 不要有的时候 输出 有的时候输入 容易把这个数目字乱了 心也是定不下来 它主要的用意是要使心定下来 使这个散乱心定下来 不是在数目字上 不是要这个数目字 借这个数目字啊 来定这个心 使心定下来 这个情况就好像 我们如果是在开会的时候 很多人还没开会之前 大家坐在会场里 就在讲话 哇啦哇啦 一直在讲话 大家正在讲话 进不下来的时候 必定要有一个人说 不要讲话 必定要有这句话出来 不要讲话 这句话也是话呀 可是没有这一句话呀 其他的讲话就 停不下来 假如正在要开会之前 大家都在讲话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 不要讲话 那么大家就是一直 哇啦哇啦讲下去 那你的会也开不成了 这必定有一个人站起来说 不要讲话 或者是开会要开词了 不能讲话 他们才能静下来 但是这句话也是话呀 没有这句话 前面的那些讲话就静不下来 那数目字也是心里的一种想念呢 但是你不能不数 不数那个妄想进不下来 散乱心进不下来 为了要止心那个散乱心 只好用数目字来代替 那么这就是散乱中山 数习惯 简单说 因为后边还有专说的地方 这里就简约 因为这里如果要把它说清楚 必定要连带前面的调身 还有连带到后边的调戏 调心 这调心是中间 调身调戏 调心 这个同时连带关系的 因此这里只是简单说明 散乱众生 就是修术习惯 这是第三 五天心的第三 第四 愚痴众生因缘惯 这个愚痴并不是白痴 也不是浮里浮途 这个愚痴就是无名 就是无名 就是迷痴 颠倒 不明示离 不无因果 最主要的 这个愚痴就是包含 执着有我 就是我之 由此因其直断 直长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 古历史里面的身见边见 直断直长 或者是执着有实在的一个体 我这个身体是实在的 那么这都是颠倒迷惑 有这些颠倒迷惑很严重的 叫他修十二因缘灌 灌十二因缘 就是无名 缘形 行缘事 事缘明色 明色缘六入 六入缘处 处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有被苦恼 这个叫做流转门的十二因缘 直到这个众生龙回生死 就是由这十二因缘来的 这个叫做灌这个三世十二因缘 那么然后修法灭门 这个后边在彼自佛那一章里有讲 这里也是可以列掉 但是按照这个大吉经说呀 这个十二因缘不但是约三世论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论 例如说过去二之因 无名行 过去二之因 是明色 六入处 受 这个叫做现在五之果 现在式的五之果 过去因 成就现在式的果 爱 取 由 是现在三之因 生 老实 是未来二之果 这个叫做三世十二因缘 正文里面后边讲到彼自佛 有三世十二因缘 现在暂时不必解释 大吉经里面不但是讲三世十二因缘 另外还有二世十二因缘 就是约十二因缘的名乡 只约现在式讲 不不不讲这个过去式 呃 单约现在式讲 你只是约我们心里动妄念 动的妄念 来说明的 呃 例如说 一个人 来出事投胎 呃 你我们生来做一个人呐 来出事做人的时候 投胎的时候是一个颠倒 呃 我们的中间生 看到自己的父母 呃 在交后的时候 生起这个正爱之心 男的中间生 爱爱这个母 女的中间生 爱这个父 所以当时生起这个正爱啊 呃 由此一念的颠倒 把这个父母灌作 呃 这个正爱的境界 由此一念颠倒 那就是无明 生起爱灼心 那就是醒了 呃 这个时候就投胎了 就是 呃 一旦投到母胎里面 就有明色了 明啊 就是心 那个时候心还不起作用 有明而已了 色 就是父亲母靴 呃 奉合起来 将来组织成为这个身体的胎儿 那是明色 在母胎里面六根具备啊 等到六根都有了 颜耳鼻色生意都有了 那个叫做六肉啊 出胎以后 第一次接触的境界开始 那就是出啊 能接触外境了 那么出胎以后 十月白胎满了 出胎以后 生下来以后了 那么就会接触外境 受到外境的苦 乐 不苦不乐的境界 那么由此慢慢长大了 就会生爱 嗯 那么爱就取 取就游 啊 那么由此就成就将来来生的 受生的结果 乃至老死 啊 那么生老死还是未来二之国 啊 把前面十之通通看出 现在十之音 那就是二是十二因缘 详细在大吉经里面 有详细说明 另外还有一种啊 一念十二因缘 一念十二因缘 这个一念呢 不是指这个短暂的一念 就是这个心里啊 烦恼中之升级现行 烦恼中之升级现行之后 造了一种罪业 从动念到业造成 这个叫做一念 啊 我们举个例子说 例如 啊 做这个偷盗的事情 啊 看到某人的财富 看到他的财务 生起贪心 啊 那个贪心从哪里来 就是无名 因为你无所名谣啊 不明事理啊 不不知道英国呀 或者是不相信英国呀 啊 那么认为啊 限拿限好 限吃限好 啊 那么那种的观念 就是想办法要去偷人家东西 动的念头就是无名 想办法计划 那那就是行 行就是造作吗 啊 想办法计划 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偷人家的 把这个东西偷过来 而这个真的计划 用心分别的时候呢 就是 啊 那么这个 既然要计划了 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啊 必定要身心同时做到 心在计划 身体 手 脚 在动 想办法 走路去拿 用手去拿 这就是溜肉 啊 那么去造业的时候 例如说偷人家东西 手 出到这个东西 接触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想要啊 我偷 那么手接触到 那就是出 拿过来 我要成为我的 那就是受 啊 那你毕竟有爱这个东西 你才去贪呢 不爱你怎么贪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喜欢的你 已经得到手里了 啊 那就是爱与取 爱 取了 同时就取来 所以这个受 爱 取 处 受 爱 取 都是连住的 共一个时间 共一个时间 连住 这个时间 把这个东西取过来 取过来成为我的了 有了 有 到了这个有啊 业造成了 业就造成了 你偷人家东西 这个东西已经到了我的口袋里 到我的手里 成为我的了 无论你有没有 拿到家里去 已经过手成为你的 那就是有 业已经做成了 啊 就是有 有了将来要受报 生老子就将来受报 啊 那么 生 就是你这个偷人家东西的心念了 念念 相续不断 那就生 等到这个东西偷到了 达成目的了 这个念断了 就是老实 老实就是这个 偷人家东西 这一念完成了 断了 就是这个东西偷过来了 已经成为我的了 那就是 老实 这是一念 施二因缘 我就这样简单说了 呃 听起来 不得好懂 不容易懂 这个要用心啊 慢慢细细去观察 把那个 施二因缘啊 呃 那些明相 细细观察 懂了之后啊 才能体会这个道理 啊 现在这里 是看作助到 修行的帮助 啊 如果这个 执着 我之很严重 啊 身体断肠二剑 那么就修这个 十二因缘 罐来对治 假如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就不必了 啊 那么这是一种助到 那么后边 笔字佛是正修 这个正做不同啊 这是第四 呃 于是众生 因缘罐 第五 多障众生 念福罐 障 修行的障碍 修行的障碍 人很奇怪哦 不学佛 不修行 没事 举例说 有人啊 他不学佛 不修行 身体很健康 啊 样样顺利 一学佛 一修行 来了 什么问题都来了 身体也不健康了 做事也不如意了 啊 做生意也了钱了 哦 那么种种的 那个逆境就来了 那就是障 啊 如果这个障碍特别多的就是叫做多障 这个障碍虽然很多啊 总共起来不出三种 第一种 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分层暗色障 多分层啦 有刚才说的 前面是讲对峙散乱 这里顺便就说这个对峙分层 一坐下来就想睡觉 啊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 那很奇怪 我在修行的时候啊 一坐下来就想睡觉耶 我赌金啊 边赌边睡耶 啊 有人功夫很深啊 他在跟大众共修的时候 早晚课 早晚店啊 他站在哪里还快睡觉 站住睡还不算稀奇 扰佛还难睡 啊 我在石头山的时候人多啊 那个时候七八十个啊 上早店啊 因为刚爬起来啊 这个精神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还在想睡觉 那个时候我小三名小孩子啊 喜欢睡啊 但师父叫起来不参加早课不行 上早店早课呀 站在哪里 边边哈拉塔拉托拉耶 我还是在睡 还睡 得会扰佛呢 我会跟住扰耶 跟住扰啊 眼睛还是在睡 睡 我曾有一次啊 忘掉转弯了 忘掉转弯了 碰壁了 对着那个墙壁撞一下 撞一下 碰一声啊 大家望我看 为什么呢 我睡着了 边扰佛还可以 边睡一样 这就封城暗色障 这就是封城 他不单是咒诸封封 只要你在修行的时候 站住也在分尘 那么不但是站住分尘 边走路也可以分尘 这就是分尘暗色障 那么这种分尘呢 是属于五级 非善非恶 五级性 但是如果让他这样长期下去的话 浪费时间 很可惜 也要对峙 那么这个念佛 并不是我们现在平常讲的 念阿弥陀佛了 这个念佛呀 是灌佛 那个念是灌 灌佛的三十二相 如果这个分尘很重的话 灌佛的三十二相 从头顶上灌齐 灌那个无间顶相 肉聚相 百豪相 一直灌到脚底的千佛轮相 灌佛的这个三十二相 清清楚楚分明 就能对峙分尘 这是分尘太重的人 可以灌这个三十二相 不过这个说是容易呀 宙实难 为什么 佛的三十二相啊 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没看过 既然没有看过 要一直把它想出来 也有困难 有困难 我觉得如果你真是 分尘太重的话 不如去洗冷水呀 洗冷水 尤其在冬天 冷水最好 很冷的冰水一洗 马上精神 假如你洗冷水 还不精神的话 另外还有办法的 这个洗冷水 就会精神 这个我经历过 我经常是 从前在山上啊 因为早扣都很早 三点半就得起来 四点就早扣 那么四点上电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油钱难买 天空高 哦 客家人才听得懂 那么这个天亮亮的时候 最好睡了 那个时候睡得最甜 最喜欢睡的 那么一直叫我不睡 要起来做功课 真是难受 是好难 好难受 这个时候 一直在分尘 没有办法 出来洗冷水 尤其在冬天 山上的水啊 跟冰一样 冰水一样 这个冷水 往眼睛一洒 往头上一搅 好了 清清过来 那就不会分尘 洗冷水 洗冷水 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灌三十二相 灌不起来 我们用方便的办法 洗冷水 万一洗冷水 还不行的话 把自己的身体啊 肉最多的地方 把它捏一下子 用力 捏一下 让它痛 该准着的会挺 这样子它一痛啊 这个分尘鬼 就会跑掉了 痛嘛 不要怕痛 你这个分尘鬼 我不这样子对付你 你不走 好 来 就用力把它捏一下子 该准着的 用力把它下一下功夫啊 古人还用这个转子 转子 转子 这个 持这个 大腿 让它流血 这很痛啊 可是你如果舍不得 不妨用手去捏一下子 不能用打 打会出声啦 大众共修的时候 有声音 别人听到 我会觉得奇怪 你怎么打自己啊 三十二相难灌啊 用这个办法 不过照教理上 是说 分尘暗生的人 就灌这个 佛的三十二相 这个道理要懂的 那个方便法 是我加进去的 四教仪里面没有的 我这是第五教 第六教了 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四教仪里面 只说 观三十二相 对峙分尘 那么我们用 不妨用方便法 用洗冷水 用使自己的身体 让他痛苦 这样来对峙分尘 那个分尘鬼啊 他就会跑掉 第二种啊 恶念思为让 这也是一种散乱 你正在用功的时候 这众生的业力很奇怪啊 突然之间 他动恶念 动恶念 他正在用功打坐 或者是修行的时候 无论你修什么法门 突然之间 他心里动一种恶念起来 想到他从前那 某某人来伤害他 或者是张三 或者是李四 你们信张信李的 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说你了 随便讲的了 我们习惯的张三李四 你要说陈三 也可以啊 张三李四 王五 那么我这个人呢 他从前伤害我 他对我有很大的伤害 我恨死恨死他 我现在要杀他 你正在用功的时候 动这个念头 要杀人 这个人 我不杀死他不行 如果你动这个恶念 甚至动 要造这个 无逆思恶的 这个坏念头 这很严重啊 你们不修行这些念头 他不会动起来 很奇怪 他不会动起来 你正在用功的时候 他来了 这是事实 你们如果有去经验的话 就知道 我从现在闭关的时候 我就曾有好几次 有这种情况 那心里很激动 很严重 就想到我在赌书的时候 某某人他怎么欺负我 我真恨死他 马上就想要从官方里 跳出来 要去杀他 我动这个念头 这个叫做欧念思维障 如果动了这个欧念思维障 那就要灌佛的报身 这是因为大圣佛法讲 声文里面不这样说的 声文都是说应身佛 灌佛的报身 佛有实力 事无所谓 因为那个时候 你动欧念 就是要去造业吗 现在我们要用 把它转过来 成为善念 灌佛有实力 似无畏 十八不共伐 这些名相都要懂啊 不懂怎么能灌啊 给名相就不知道 不是像我在十几岁 读梁房灿的时候 看到这个俊宋里面 操作方便 成实力 那个时候不懂名相 有什么实力啊 把它改成实方吧 那就是不懂教理 不知道有实力 那么后来研究教理 懂得这个实力啊 原来我那个时候 小孩子真是乱想啊 不知道有真正有实力 佛有实力 菩萨也有实力 灌佛菩萨的实力 事无所谓 来对峙这个恶念思维 就是把这个恶念 转成善念了 灌佛的这个功德了 第三种境界逼迫障 突然之间 有种种的境界来 这模拟 前面都是从内心生起来的 分成跟散乱 现在这是外境啊 也会来找麻烦 你不修行没事 你修行啊 或者是突然之间生病了 哦 这里痛那里痛 突然之间头痛 呃 又肚痛 又脚痛 手痛 呃 什么都痛了 那么全身到处都会痛 那么这次 业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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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业这个业障现前了 他就什么问题都来了 或者是有种种不如意的事情 不如意的事情 人来找麻烦了 伤害你了 诽谤你了 有种种的事情 使你啊 心进不下来 总之这个境界逼迫障啊 就是外境啊 会用种种的逆境来 啊 影响你 使你的心进不下来 使你不能修行 本来你在好好修行的 突然之间有好多事情来影响你 使你心进不下来修行 那就是要做境界逼迫障 如果以大圣佛法来讲 就要灌佛的法身 啊 法身就是光明变造了 啊 灌这个诸法空极 啊 一切都是空的 啊 不可得 那么修般的这个空观 都能对峙这些境界逼迫障 不过这个如果有种种的逆境现前呢 还是要懂得佛法 啊 最简单最浅显的修 这个英国观 啊 懂得英元国 哦 这是过去的欧业 现在遭报了 啊 那么安心受报 随缘消暑无业 不服造新疆就行了 这都是对峙的方法 这多障众生念佛观 当然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 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 不过这个都是大圣佛法 现在是讲的僧文 僧文法里面这三种障 都是以念验身佛来对峙 灌佛的向好庄严 灌佛的功德福慧庄严 啊 那么来对峙这些障碍 那就是多障众生念佛观 那么这叫做五庭星观 呃 修行一下的时候 第一步啊 就在这五庭星啊 找一种 学习一种 最起码用一种啊 来对峙 这个烦恼对峙好了 进一步就要正修了 正修 第二 别项念 呃 看着正文哈 科班里面有第二别项念 如前四念处是小柱里面说 就是前面讲的三十七道平的第一四念处 啊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伐无我 这就是 啊 这就是四念处观 别是个别 啊 像 就是指这个修行的 所观的境界 形象 啊 就是观这个 身受心罚这四种境 啊 用这个不境能 四种罚来对峙它 观身就修不境观 观受就修苦观 观心修无常观 观伐修无我观 这个前面讲四念处讲过了 这里不必再讲啊 那么就是一个一个对峙 这个叫做别项念 把这个别项念修成就了 第三呢 就是修总项念 什么叫做总项念呢 进总 观也总 那就叫做总项念 净 所观之净啊 就是身受心罚 观 就是不境观 苦观 无常观 无我观 这是所修的观法 那么这里要修总项念观之前呢 有一个 啊 禁别 观中 禁种 观别的分别 前面的别项念呢 是禁也别 观也别 现在要修总项念的前方便 先观 禁别 观中 例如说 观身不禁 也可以观寿不禁 观心不禁 观法不禁 禁是别的 观是中 有一个不禁观 观这四种禁 这个叫做禁别观中 任何一种都可以这样做 还有一种是禁种观别 只观一个身 身是种 别用四种观来观身 观身不禁 也观身是苦 也观身是无常 也观身是无我 这个叫做禁种观别 这两种修行锻炼成就了 禁一步啊 就可以修禁种观种了 这就是总项念 禁也种观也种 就是总项念 那么 科班 这个四教育的证文里面 所写的就是禁种观种的 观法 看出这个证文 三 总项念处 一 贯身不禁 受心 法 皆不禁 这就是 用不禁的总观 来贯身贯受 贯心贯法 通通是不禁 乃至贯法无我 受 身受心 亦无我 中间立之 中间立之 说那个乃至的中间 那么这就说 你贯身不禁 受身 法 皆不禁 贯受 是苦 贯身 心 法 皆苦 贯心 无常 贯身 受 法 皆无常 贯 贯 无我 贯 身 受 心 皆无我 然后又贯 贯身 不禁 受 心 法 皆不禁 观受 是苦 身 心 法 皆苦 观 心 无常 身 受 法 皆无常 观 法 无我 身 受 心 皆无我 这就叫做 禁忠 观忠 就是叫做 总相念 这个不是念念而已 了 真正下功夫 这个没有办法细讲的 讲 讲了讲去 还是这些名堂 你不定要把他道理明白了 下功夫 用心去修惯 才能成就的 小柱写说 以上三颗 名外凡 一名资量位 上面三颗 就是五庭心 别相念 总相念 这三个 三段 都是叫做 外凡位 四个凡夫 心有 里外 还没悟到 诸法的 离题 所以叫做 外凡 那么 这个三个 结尾也叫做 资量位 什么叫做 资量啊 资量 是一种 比方 例如 你要走 远路 又说你要去台北 要去外国 要出国 要准备一些资粮 就是金钱了 衣服 饮食 用品 等等 都要有所准备 把这些行囊的行李都准备好了 才能出外 来比方 我们修行 要到涅槃 要成就初世间的圣果 要证生文的果位 那事先要先准备这三种东西 就是要修五庭心观 修别相念 修总相念 所以在生文啊 四念处观 就是修行的正修 要从四念处下功夫 五庭心 只是修四念处的前方便 因为要修四念处啊 不修五庭心不行的 五庭心 这些烦恼都能停止 那个压扶住了 才能把这个四念处观修好 那么有分别个别修的别项链 而进一步到总项链 那么到总项链修成修了 那就叫做资粮未完成了 三种资粮未完成了 要超越三游 要出三界 要了生死 必定要具备这三资粮 那么这个三资粮具备呢 才能断翻到了生死的 因此之故啊 这个资粮未 这个外反位啊 就是要超出三界的事先准备 具备这些资粮 才能够超出三界 这是外反位 内反位啊 就是心有里内 但是他还没有正到圣国的结位 所以还是个反复 所以叫做内反 下面说明这个内反位 所以中文里面说二 比较麻烦的地方了 比较难懂 方文发觉各位的那个表啊 就是要讲这一段 这个道理啊 上次讲那个油脱色戒经讲到 沙界第一 诗人尚不能等暖乏 广虚头原知乌乃寒 讲那一段文的时候 曾讲过 曾简列讲过 如果曾听过 油脱色戒经沙界的那一段的 那么有了一个底子啊 现在再听 就比较容易懂了 所以这是等于是听第二遍 那么这个比较难懂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生命中的贵人 在美国伊利诺州的动物收容所里 有一只牧羊犬叫做威尔 它被送到收容所的时候 全身都是伤 南希 你看 威尔又独自躲在那里了 嗯 它好像还没有从心里的阴影走出来 唉 还记得它刚被送来的时候 身上的伤口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是啊 从那些伤口可以想象出 它曾经受到怎么样的虐待 我想这也是它现在对什么都感到恐惧的原因吧 可是 威尔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谁会愿意收养一只悲伤的狗狗呢 这一天 凯利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动物收容所 它打算要在这里领养一只狗来陪伴孩子们 妈咪 我们要养什么狗狗呀 妈咪 我们可不可以养一只大狗狗啊 这里面的狗狗很多 到时候你们自己选 选中哪一只 我们就养哪一只 好不好啊 好啊 我一定要选一只又大又漂亮的狗狗 哥哥 我也要一起选哦 嗯 收容所里的狗狗非常多 而凯利一眼就注意到了趴在角落里的威尔 请问一下 为什么那只狗狗看起来很悲伤呀 哦 你是说威尔啊 它从来到我们这里 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了 那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威尔在上一任主人那里 过得并不好 它长期被关在小笼子里 狭小的空间让它无法活动自如 我在想 它应该还有被虐待 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妈咪 这只狗好可怜哦 妈咪 我们可不可以收养这只狗狗啊 对啊 妈咪 我们就收养威尔吧 我们会对它很好的 嗯 好啊 那我们就决定收养威尔了 耶 就这样 威尔来到了凯利的家里 但是她依旧感到不安 悲伤与害怕的表情一直显现在脸上 威尔 威尔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 当初你不应该把它领养回来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 并不是它自己要这样的 凯利 我们需要的是一只健康快乐的狗 可是你自己看看威尔 你可要知道这样的情绪是会影响到孩子们的 马亭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把开心和快乐带给它呢 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照顾它 让它知道这里就是它的家 而且在这里也不会有人欺负它 最后它一定会变得活泼快乐的 好吧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改变它 威尔 这块蛋糕给你吃 它很好吃哦 哇 威尔吃蛋糕了 威尔吃了我给它的蛋糕了 哥哥 我也要拿饼干给威尔吃 威尔在凯利一家人充满爱心的照顾下 五个月后 它终于变得活泼开朗 每天都会跟随着凯利外出散步 嗨 凯利 好久不见 你们在散步啊 是啊 每天的这个时候 一定要带威尔出来走一走 不然它会不高兴的 哎呀 才几个月不见 威尔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耶 是啊 威尔它非常的聪明 也很乖巧 现在它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 对 威尔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想一定是你们全家用爱心化解了威尔心中的阴影 它能遇到你们这一家人真的好幸福啊 自从威尔来到凯利家后 就一直非常乖巧听话 然而这一天 凯利准备抱抱威尔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威尔 你这几天又长胖了不少哦 怎么了 威尔 我弄痛你了吗 马丁 你看 威尔它这是怎么了 奇怪 威尔是怎么了 平时你抱它的时候 它不会这样啊 对啊 我想它一定是发现到了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曾经听说过狗狗闻得出癌症的味道 会不会是威尔发现我身上有癌细胞啊 这 怎么可能 凯利 你可别乱想啊 马丁 当年我妈妈和我一样年纪的时候 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 说不定我也有可能得到癌症了 好吧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嗯 马丁陪着凯利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的结果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天啊 我的胸前竟然真的有恶性肿瘤 是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 还好发现得早 谢天谢地 多亏了威尔 如果不是他发现你身体里的癌细胞 那后果真的不开设想啊 对啊 如果不是威尔发现 我怎么可能察觉到身体里的异常呢 更不可能会到医院做检查 请问 你们说的威尔也是一位医生吗 不 威尔是我们家养的狗 是他在我胸前又闻又抓 所以我才来做检查的 天哪 这竟然是真的 过去我曾听说 狗狗可以嗅出人身上的癌症 我一直都以为这只是个故事而已 没想到真的有这样的事 是啊 以前我也有听过这种事 但我没想过这样的事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我想这是威尔对你的报答 当初你把他带回家后 愿意付出自己满满的爱 让他走出过去的创伤 所以他已经把你当成 他生命中重要的家人了 嗯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凯莉终于康复出院了 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拥抱威尔 威尔 这些日子没看到你 我好想你哦 快过来让我抱抱 你看 这一次 威尔没有像上次那样一直抓你的身体 就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 威尔 谢谢你 有你在 我们全家都好幸福 或许对威尔来说 领养她 用爱照顾她的凯莉一家人 是救命恩人 但对于凯莉一家人来说 其实是威尔救了他们 狗狗真的是一种非常有灵性 且忠心的动物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她 不要随意弃养 让我们的相遇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美好的事